也就是說那個人選 其實你就必須想對戰 怎麼樣的組合搭配會比較好 倒是不太用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 不太用擔心說 支持者比較喜歡林亞龍 還是比較喜歡陳時中 我認為在這種沙喀都的局裡面 不管是誰出戰都可以 毫無後顧之憂的 把所有綠的盤做一個最大的整合 那所以林嘉龍現在有沒有可能去選台北或新北 或者是台中 他當然有可能啊 他接下來要 既然他在中二選舉之後 他的政治能量又往上提高一個檔次 他絕對是一個大的戰將 那他自己有沒有主觀的 主要主觀的這個期待 我認為是有的 所以王世堅的爆料是某種程度 訊息是正確的 我聽到的訊息也是 林嘉龍是有高度意願的 可是他的高度意願必須放在整個黨的整體配合之下 所以到最後會齊落 這個子會落在哪一個縣市 我覺得 坦白說現在看都還太早 現在陳時中民調勢高的 可是你現在就要說陳時中有可能會選台北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這個條件都已經設好了 商務人士的開放以及國境開放 開放了之後才有所謂隧道的光 所以當還沒開放的時候 就先把陳時中放進去說台北市長應該就是他 我會覺得時間太早 但是唯一可以秀得出來的訊息就是 國民黨的確是怕陳時中 陳時中的確是一個可以足以威脅 國民黨在台北市選情的一個重量級 好 這個時期說明了非常清楚 台北市長這一局呢 因為撒咖多了情況 所以呢 真的是有點小複雜 當然我們要從藍營先看起嘛 現在藍白是為何先戰啦 甚至是這個開始炮打啦 那蔣萬事毫無這個危機意識嗎 大刀都已經砍下來了 要請教競平了 藍營這部分是怎麼樣思考呢 是這個藍營有辦法整合 現在看起來沒辦法啦 黃珊營都已經出手啦 顯然這部分是不是已經看著黃珊營出手 那同時你們是如何去思考綠營的人選呢 這份民調又是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其實藍營從頭到尾 其實就沒有辦法整合 那個什麼黃珊營跟蔣萬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木求魚嘛 而且這個完全不是戏出同源 然後要跟民眾黨談 這是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其實黃珊營在這件事情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的一些 這個議題新聞事件之後呢 然後其實也提早的讓藍營 還有讓這個蔣萬安陣營 其實也看清楚提早有了覺悟 我覺得這也不是壞事 因為這不可能合嘛 所以一天到晚你說要跟民眾黨怎麼合作 要跟這個黃珊珊 蔣萬安怎麼談 那不可能嘛 所以黃珊珊自己的反應也很激烈 所以其實這一次他炮打了這個馬英九 也打了這個之前倡議要藍白河的這個大力倡議的這個郝龍斌 其實郝龍斌過去跟這個黃珊珊以前都曾經帶過新黨 都是新黨出來的新黨的淵源 只不過黃珊珊後來這個從新黨到了清明黨 那這個郝龍斌從新黨就回到了這個國民黨 所以其實黃珊珊跟郝龍斌也是舊事 完全把這個郝龍斌提的這個意見 潑了一大盆冷水之後 然後而且反擊郝龍斌 現在又這個炮打馬英九 然後把他過去那個曾經在議會質詢 馬英九在當市長的時候議題拿出來再炒一遍 也會讓人家看清楚 也讓藍營的支持者以及蔣萬安 還有這個國民黨還像郝龍斌這樣一個心存 覺得可能還有一些合作空間的 一絲這樣一個曙光的人 大概就完全 特地打破了 所以就不要再想什麼藍白盒 不是壞事啦 這個不要再想這些啦 那不可能的事 不要再一直往那個死胡同裡面去鑽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要先站了嘛 藍白先站啦 黃珊珊都出手啦 那蔣萬能沒反應嗎 其實不是藍白先站或者是藍綠 或者是這個白綠什麼選舉 就是撒卡都 台北市長年底的這個選舉 綠營一定有自己的人選 就像這個民眾黨一定要派這個黃珊珊上戰場一樣 那撒卡都的這個局面 彼此互相就會去打對方 綠的會打白的也會打藍的 像這個黃珊珊打白的也會打 打藍的也會打綠的 想要塑造過去這個 他以前的老長官 他現在的老長官柯P以前那個 過去左打藍右批綠這樣 是不是能夠左右逢源 不是那麼容易喔 你看這個柯P想左打藍右打綠 自己也吃力不討好 而他想要複製柯P的這個強勢的模式 能不能那麼成功 也還有待觀察啦 所以我覺得的確 蔣萬安沒有像以前過去 國民黨推出了這個人選 我覺得應該是說 從郝龍斌以降到 這個丁守中到 這個蔣萬安 其實國民黨最近這三屆台北市長提出了 推出了人選 似乎都是比較處於那種佛系的 那這佛系的 戰鬥力不夠強 也不能說戰鬥力不夠強 而是說他們面對這種 敵營的來勢洶 敵營不是只有民進黨或者是民眾黨 反正是對手的這個窮追猛打或者是猛攻 他有他的一套思維理責他有他一套方式 那這個事情有好有壞 你在打選戰的時候 有時候議題的反應 如果是針對到你個人候選人 個人操守或是身家什麼等等 你在回應有沒有那麼快速 你就會影響到你那個選民 對你的這個狀況 就我了解 其實他從上一次就有規劃 要來台北選立委 而且目標是瞄準 中正萬華選 真的喔 他想說林長所被那個 被罷免掉 他就來選 以他的那個行啦 中正他覺得他的行 聽說比較接地氣啦 然後台南很台語很溜啦 那種比較本土的那個香土味 他覺得他在台北是有機會的